伯伯 你今天起床看起來不錯 是不是已經猶到我早來 你最愛吃的水果 連我的表哥都不知道 我家他的水果是什麼 你怎麼可能就知道 我最愛的水果是什麼 這樣呢 你自己看看 怎麼樣 是不是正確答案 怎麼樣 你怎麼知道 自從我斷了 我沒有跟別人說過 很簡單 因為我每次來看你的時候 我都很認真地在觀察 你的標情要給我歡迎 我的標情和歡迎 連你自己都沒有發現 你怎麼知道 你每次來吃每一種水果的時候 你的標情都不一樣 好了 我是不是很細心 我現在有什麼標情 賣相我是一個偷窺狂 我為了解你是要愛什麼 我都很認真在做筆劍 拜託一下 以前我在託書的時候 都不知道這麼認真過 因為我有說過 我會照顧你一輩子 雖然剛才不是青菜公公的 所以你現在願意相信我 如果這樣我處理後 你真的像現在一樣 這樣還要嚴重我 當然 我看了你知道 我要處理就鬆一口氣 他是不是這樣 你就不用來看我 照顧我 唉唷 妳想太多了 我敢是那種人 我如果會接你出門 我還會安全給你送到處 看你對我只有一個人 都沒有辦法 除了這年以外 又不敢開脾 畢竟你還這麼年輕 如果不是因為我的無小禮 你現在走到已經是 芭蕾舞的主事 妳說妳的不敢我 如果這樣 我們是什麼關係 這個 應該是 很特別的朋友 很特別的朋友 是怎麼特別 畢竟 妳現在問我這個問題 比我以前在討主的時候 老師問我的問題 還要拍回答 剛偶像妳要拍回答 沒問題 真的 很難說 其實就是很特別 很特別的人 我都已經說過 要照顧妳一四人 但是這又不好的特別 對吧 寶貝 妳不要說這種傷口 人非非又還有家裡的人 妳以後也會結婚自己的家庭 妳一個男人 現在說要照顧人一四人 妳不就看家裡的人 還會有同意嗎 對 如果是有一個男人 說要照顧妳一四人 我最好才會拚命 這樣 還是妳事實比較適合 伯伯 不好意思 剛才我說的話 可能有男朋友比較適合 剛才我這樣有跟我提示 所以我就會照顧妳 一直告訴妳 找到妳的男朋友那種遺跡 如果是我一定都找不到男朋友 哪有可能 妳這麼漂亮 又又這麼聰明 難怪因為現在我已經有小萱 我做對的拜託就對救妳 謝謝 當然沒事 伯伯 妳跟我出來一下 妳也拜託 妳不知道怎麼伯伯跟她的事 跟她說的唱歌 怎麼會怕她五歲 伯伯 什麼時候五歲 我剛才說的我都是實在話 妳說 飛飛有告訴她 她跟男朋友嗎 妳也實在 男朋友是沒有 還準備要求男的男朋友 什麼 飛飛要求男的男朋友 哪有可能 不過妳是哪裡聽來的八卦 因為這個男人 說到不會白的情 總統在在手上 還不知道自己怎麼死 什麼 我請女兒說的男朋友 她也要愛 請再給我哭笑 好 莫子現在是在天上不敢 我告訴妳 不管這個趙飛飛 他帶他什麼人 要跟什麼人做的 怎麼會知道妳要帶他不敢 好 我不會不敢 妳 是說這樣 妳怎麼向都在我發脾氣 我剛才說的那個狂人 就是妳 趙飛飛的介意妳 妳說真的一點都看不出來 還在那裡告訴妳什麼 如果不是因為我 妳跑來去白隊追求他 那是妳的真心 不 絕對不是真心 我是剛才看得到聽得很高興 我就親自說說的 小娘 妳怎麼在亂拍 這手也很痛 我跟妳說 聽得到什麼 我心裡又痛 我心裡 憑對一次跟妳的女兒 妳如果是沒有這個意思 就不肯定會亂說 妳不要瞭著 妳說那種我會她的歡喜 再告訴我 這種問題會變成是胸海 妳就會變成一個 欺騙別人感情的渣男 說這麼嚴重 妳怎麼想試試看 沒有 王差禮 妳感情真的一點都沒有發現 趙飛飛對妳有好感 天地良心 飛飛是怎麼會加油 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不就好傻好天真 好 她不然怎麼 我現在可以對天酒醬 我絕對是親別的 我對飛飛絕對不孫心 老婆 我就 老婆 妳就怕老闆頭 開車車不會發 過天才會聽 是誰一世人協會 死去我心不如死 好 我受提供服了 應該都聽到了 查理不來 她這陣子 她每天早來便宜照顧妳 這位公司很多事情都沒做 妳不懂五位 我不是在管理的意思 只是我看她的六姐相頭燒 我怕她的身體又不好 好 所以我跟她討論過了 她要我跟她的倫敘來照顧妳 其實妳不用全天來陪我 之前雅廷姐 她來的時候 有送我一個畫本 我看畫本就好了 買不了 好啦 可是妳如果沒什麼人陪 這樣我就心裡開 不要給妳擦 是說 如果那醫藥查理 是不是也不用來陪妳 妳沒有說什麼要我的感情 菲菲 我們都是男人 就算妳沒說 我也看得出來 妳對查理的心靈 我能夠了解 跟她一個人的心情 不是自己可以控制 如果是問過一個我 我是怕死也不相信 我會跟她一個查理 那樣的男人 她的情緒就是這樣 她的情緒 不過我要拿刺妳 妳如果是我賺現在 光影像妳的感情收回去 這樣妳會變成一個第三者 妳 我 還有查理 我們三人都不會好過 妳說過 她會照顧我 對 稍微就算她愛的人是我 她也沒辦法 就這樣不在查理 不在管理 這樣查理的心靈 就在搖著我們兩個人的心靈 變得很為難 很痛苦 接下來 我也開始她心疑鬼 我看她是不是要變心了 開始跟她去完結 妳 就變成一個 破壞把人感情的第三者 但妳的爸爸媽媽 不可能因為妳這樣傷心痛苦 這當然是妳想要看到的結果 妳這樣傷心痛苦 那如果是查理 也有一點點我愛我 他說查理 他愛你 我的離開就對不強了 你確定妳要這個愛查理 不會愛他人 那當然 我跟查理已經要結婚了 妳是不是全天走來這裡 去問問菲菲 我怎麼會有這個資料 對 可是妳這個什麼事都可以處理 我兩位表哥都來了 怎麼這樣妳老婆飛飛就交給妳 表哥 妳是怎麼會跟雅婷結婚手 她人那麼好 妳是怎麼會冷心離開 去找柯小平 今天的事很難說 這不是是非題 沒有什麼傷心痛的 只有適合跟沒適合 我跟雅婷開始是不適合對方 妳騙我 妳做會這麼久 哪有可能到現在才知道不適合 菲菲 雅婷姐她生氣妳的時候 一定很痛苦 妳現在有心 妳想去跟別人結婚 遙哥 如果這樣說起來 妳不是應該先跟雅婷結婚手 再去愛別人 但是沒有妳想的這麼簡單 好 菲菲 別說真的 是怎麼別再說了 是不是妳的心裡面 也覺得對雅婷結婚 不管是妳生活不太多 還是柯小平 將妳為雅婷結婚比太早 妳都對雅婷結婚很贊 好 菲菲 妳是怎麼沒帶沒錢 妳不要說真的 因為我沒想要那女子在妳 我沒想要穿妳這樣 去上海罷了 我沒想要我自己的感情 給妳的爹爹來通好想想 好 菲菲 妳比較認真 我已經想清楚了 我要出門 我的好好好給妳 我未來人生 我會自己扶著 是妳那女子生了 我不會當那女子祖書 還繼續去調教她的人生 菲菲 其實我的繼續端倪是因為 我是要繼續來進行 第二遍的檢查 妳的意思是說 你看她這麼受治療 不會又自暴自棄 是 而且我也拜託醫長 又來替我上誓平過一遍 看她到底應該怎麼做 才能拚養這個爹 所以 我也要抱歉 給妳擔憂 我之前怎麼幫妳哭嗑 妳都不會聽 這次是什麼原因 讓妳願意改變 因為過去我總是這樣想 我不是一個好人 不是一個好人 剛才我經過不是一個 對小孩的健身的好爸爸 告訴她一天我真的死了 應該也不會有什麼人 感到痛苦 經過不可能 有人會懷念我 真的是一直跟我剛才全全 在一年上廚的時候 天都讓我 是讓我跟君子 還有我家裡的人 所以雖然我還想到說 我還不可以帶到遺憾來進去 我是要當時開始的 所以 我感覺我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我應該要做一些事情 來蜜蜂盡情對大家的貴欠 所以我想要打扁我下去 從天公買 沒有要給我這個機會 我如果沒有 我是總之不可能放棄我自己 我相信 你已經很快就能好起來了 那妳是怎麼做 我越說越難過 我當然是會好起來了 妳有聽人在說 好人不償命 禍害一千年 像我這種大壞人 我一定是能玩很久了 妳現在還能這樣說聲笑 妳應該是沒問題了 如果妳好起來了 頭上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想要去美國看公子 要說嗎 妳敢不想要搬回家裡嗎 當我的家裡跟我已經離婚了 哪有什麼搬回到沒搬回的事情 大家都看得出來 其實你還要很高興家裡 新年全球都會跟我說 你跟他打扣的時候 打扣都會說到家裡 你的心族就算佩援貴罷了 同佩援貴你自己 我已經失去 關心家裡就出去了 那是你自己這樣想的 就算離婚也不一定會變成完事 你跟家裡可以先找朋友 不用了 你就是真要跟家裡 你為什麼不親民對這個事 你現在改變那麼多 你已經不是以前那葉紹風了 你若是讓家裡知道你的心 不再跟家裡真的有機會 可以同心開始 好 你不要只擔心煩惱我的事 你呢 剛才葉紹風說 他想要換下來 他會好好接受到 聽他這樣說我真的很開心 同心 我一定會親我全力求他 他能夠好好的機會有多少 他的狀況 我也不敢太過分 如果是這樣 我可以拜託你 到三天這次機會 讓家裡還有少豐 可以有多少時間做會 無關少豐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希望 他都可以賣為你們的遺憾 好 我問題